年后台股表现大出市场意料 机关署年第一个交易日大跌近700点 武汉肺炎疫情更是利空消息不断 但台股上周收复季线月线关卡 指数上涨202点 外资转卖为买 累计2月以来卖超金额收敛到22亿 其货近多单含有38351口 亚洲市场中明显看好台股资本市场 半导体台湾本身产能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受到的冲击跟它产能的影响 其实相对就有限 尤其是在半导体这一块 它的一个稳定性跟它的一个 外资的持股的这个状况 都还是相对比较安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周一市场表现来看 台肌电下跌1.04% 收在331.5元 鸿海震荡下跌1.18% 来到83.9元 大力光尾盘翻红收在4845元 整体加券指数小跌52.19点 收在11763.51点 第一金头顾董事长陈一光分析 台股市场有三大因素带动 包括各国央行降息宽松 财政措施接力 此外武汉疫情冲击电子供应链出现锻炼危机 相关极单涌向亚洲周边国家 包括南韩以及台湾都有转单效益 美国联者会预料可能再度降息 白宫方面也传出将推财政减税2.0措施 专家预测资金行情预料将可延续至3月到4月份 新台电视成为我们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